电视剧对手首播 先说类型 叠战前面 要加个现代 这一点 就与柳云龙擅长的传统叠战分开 难怪观众说 柳云龙要有对手了 这个对手 说的不是具体的人 而是一种新的叠战类型 再看阵容 先来个双王炸 郭京飞 谭卓 再来三张配角王牌 严炳 宁丽 黄瑶 其他配角 也都是实力派 当郭京飞 谭卓碰上叠战类型 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这部新剧 又能否打破阳密 风暴眼的局限 为现代叠战剧 拿下第一场胜局 一起来认清 叠战教父柳云龙的 这个新对手 现代叠战剧 能玩出什么新花样 都是现代叠战剧 和传统叠战有何不同 除了和传统叠战一样的 暗中制斗 都市叠战的特点 还决定了他自带一种进阶的升级感 叠战环境是全新的 故事是全新的 人物角色类型也是全新的 不变的是令人全程紧绷的张力 故事从预告片开始 就充满了紧张感 故事一开场 郭京飞饰演的间谍 独自在一间黑屋里展开监控 而国安人员正在展开紧张的搜索 双方聚焦的应该是一个女子 空气中散发着紧张胶着的气息 就好像啪地一声 点燃一根故事的导火线 但屏息之间 故事的下一秒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有一个女子从高空掉落 砸到公共汽车前封挡玻璃上 顿时叠血当场 这莫非就是双方正在寻找的那名女子 瞬间导火线引爆 火光炸开 这样的都市谍战场面 自带一种都市悬念动作类型的力道 开场就是一个小高潮 但这只是开始 透过聚集物料 不难看出都市谍战相对传统谍战的三大变化 首先 现实感升级 传统谍战的故事背景 决定了观众一开始就确认 这是一个遥远的故事 人物精神是真的 故事是虚构的 但对手的故事 却仿佛发生在我们身边 剧中演秉燕饰演的国安女警察段颖九 追踪一个案件十几年后 终于将目标锁定在了一群境外间谍身上 最可疑的就是 郭京飞和谭卓饰演的李唐和丁美希 这对间谍夫妻 剧情主线 显然也是这群国安干警和间谍组织斗智斗勇 在看似平静如常的日常生活之中 通过一系列微不可查的蛛丝马迹 最终将这些危险分子尽数消灭的故事 说白了 这就是一部现代背景下的谍战剧 所有的场景 人物职业 都是观众熟悉的 但那种平静下的生死谍战 又是观众不熟悉的 第二是猫鼠游戏换位 很明显 这就是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相比前行者 探逆者 中 别战人员面临的是被追捕的境地 对手 是反过来的 国安人员是猫 潜藏的危险分子是老鼠 第三 是戏剧张力升级 猫鼠游戏 是第一重故事张力 但从剧中可以看出 一直在暗处秘密活动的危险分子 也并非铁板一块 比如郭京飞 谭卓饰演的间谍夫妇 就一直仿佛幕后大爆命里放出去的风筝 他一扯现 两人就得乖乖现身 这是第二重故事张力 除此之外 两夫妇还是生活在现实中 必须承受现实的压力 剧中和蓝豆饰演的他俩的女儿 很明显是身患重病 可能面临的医疗开销和病情引发的危机 应该构成了故事的第三重张力 危险分子的目标是什么 谭卓的角色似乎在评色相接近某个目标 他要的是什么 严秉燕的角色 到底如何从日常交往中发现 两人的蛛丝马迹 这场夜色中的斗法 又将导向何种结果 问号太多 只能一边抓心脑费一边往下看 如果传统谍战剧经常是带有一个明确核心目标的对决 比如取得某个物件 转移某个人物 那么对手 则更像是一场争分夺秒的对应 全剧有一种倒计时的紧迫感 因为除了高能设定 还有非常多的悬念 接连抛出 每当观众做出一种预测 就会迅速被打脸 和传统谍战剧相对的单线叙事相比 看对手 就像玩一场现代环境中的拼图游戏 而真相只有一个 双王炸 郭精飞加谭卓 这演技组合太梦幻了 选择郭精飞饰演男主 世纪妙笔 因为他太不像一个谍战人员了 虽然 在悬崖之上中 他曾演过无耻的叛徒 但这个角色正符合观众 对他过往角色的印象 紧张 煎熬 不够聪明 从都挺好 中自私自利的妈宝男苏明成 到我是鱼欢水中的鱼欢水 他演技中最好的部分 就是永远接地气 永远让观众觉得这个人 就是咱家隔壁的中年颓废男 但这正是编导想要的 一个貌不惊人的现代谍战人员 郭精飞饰演堂的掩护身份 是出租车司机 平常的日子里 他每天都在这个城市焦虑地找着什么 并将隐秘心事记录在一个小本本上 看上去有点窝囊 有点落魄 但郭精飞仅仅是预告片中 已经呈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状态 有时 他是一个丈夫 会温情默默地看着妻子 仿佛一个平凡的一家之主 另一边 他会在紧张关头歇斯底里 这时你方才可以看到这个男人的脸 和他灵力的眼神 透露着十足的怒意 有一场他在车里的崩溃戏 郭精飞狠狠用手砸向方向盘 扑面而来的是煎熬感 这时的他演的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 一个谨慎周密 行走在崩溃边缘的危险人物 立住了 弹着的角色也很妙 过去他演过的同类角色 包括电视剧 沉默的真相 误杀等 观众不难感受到角色身上那种强烈的张力 他天生带有一种神秘感 适合拍摄谍战剧 但本剧其实挖掘了他的另一面 就是谭卓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诠释性感妩媚的演员 国产谍战剧中 有多久没出现过女妖精这类角色了 很高兴把这类角色捡起来的 是谭卓 但他又绝不是演的一个简单的性感女间谍 而是透过他的演绎 能透过他急促的呼吸 清晰感受到他来自心底的恐惧 还有一场戏 是他抱着荷兰窦饰演的女儿哭泣 这就是故事将一个普通的个体 放置到极端境遇中不断挤压撕扯 直到逼出真实的人性缝隙 剧中一场戏 是谭卓和郭京飞在外约会 分坐在座位的两边 镜头中的两人 两手相握 像是恩爱同心 又隐约带着一股张力 很明显 导演想说的是 这两人也是对手 这么有戏的两个角色 有两位真正的实力派来演 两人人物之间 又透着一股强烈的张力 演不出好的对手戏 恐怕也很难 但剧集最绝的还不是主演 而是配角阵容 三大配角 严炳 宁礼 黄瑶 配角阵容过分华丽了 第一张王牌 是她 既然是一场猫鼠游戏 老鼠这么厉害 抓老鼠的猫谁来演 答案是最被低估的 当代中国女演员之一 严炳宁 早在2007年 就拿下第2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2013年又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女演员 看过万剑穿心的观众 应该知道 严炳宁的演技张力和层次感 何其厉害 但这么厉害的女演员 这几年 其实并没有找到太经典的角色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好在 这次的段影9 有戏了 一个国家安全局的侦察员 心思缜密 总能看见别人忽略的信息 但生活中的他 却不乏操的一面 这样一个角色本身 已经够有戏了 更觉得是 他和谭卓之间 应该会有许多一对一的对手戏 试探与交手 一个躲 一个追 是不是让你想起 《雾沙》里 谭卓和陈冲的演技对决 第二张王牌命令 谭卓和郭金飞的人物 命运都被背后 一张神秘的大手掌控着 这个人物 必须有足够的压长感 才能镇得住 这么厉害的夫妻档 导演找来的 就是从《无证之罪》 到《扫黑风暴》 一路把反派演出彩的 命令 他在剧中演的是 李唐和丁美希 这对间谍夫妻的领导 也是掌控 他们命运的背后那张大手 是不是想一想 都觉得带感 除了这些老戏骨 主要演员还有 孙嘉宇 王天辰 刘帅良 何兰斗 黄瑶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 当然是黄瑶 颜值 不算顶级 但却是新生代演技派 女演员的代表 过春天里24岁的她 演一个高中生 完全没有违和感 山海情里演出的一段风沙里的恋情 竟比许多都市恋情更甜 而麦苗一角 也令她荣获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 这一次 她在剧照中惊鸿一瞥 已经带出满满的张力 而这些女性角色 也带出了另一份心意 别占据力来主打的 就是男性观众 主线人物也基本上都是男性 但对手 却是反着来的 虽然也有郭京飞 令你这样的演技派男演员 但打从一开始 她就是一部偏向女性观众的谍战剧 柳云龙的传统谍战 有对手了 看对手 越发觉得 剧名取得真妙 剧中人处处遭遇对手 观众也深陷剧情无法自拔 当然 这要归功于整部剧的氛围塑造 哪怕预告片 也一直有种迷雾笼罩 忐忑不安的悬疑感 同时 又明显非常真实 不悬浮 写实的画面 现实的角色 以及对人性的真实抛露 镜头也是高度写实 能拍出女演员脸上的坑蛙 观众终于不用看过度滤镜了 这些当然令人对她产生期待 谍战剧历来 就是能出经典的国剧题材 但近年国产谍战也陷入某种瓶颈 那就是剧情观众过分熟悉了 人物在难出经典 2022年是谍战大片 能否杀出重围 悬念待解 但现代题材的谍战剧本身 就是对这场困境的突围 包括暴风眼在内 现代谍战剧 多半是国安题材 1980年代迄今 观众比较熟悉的作品有 《誓言无声》 《誓言今生》 《云无声处》等 这些作品大多从线索出发着 重刻画国安人员浮现千里 探寻真相 数量少 佳作并不少 但确实爆款不多 这其实也是对对手的期待 将观众拉入那个充满现实感的 风声鹤唳的残酷谍战场 与镜头前人物实现一次次的共振 既让观众了解到国安工作的了不起 也理解到现代谍战里 我们每个人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 而一部优秀的现代谍战剧 也配得上成为爆款 谍战类型之所以是国产剧的一个高光领域 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对烧脑 悬疑 人性复杂的种种期待 虽然谍战剧已经看了足够多 审美疲劳开始到来 但也许对手能再一次证明 只要看扎实的做品质 开拓新的视角 好故事就永远没有讲完的那一天